男人摘下帽子因为当地的妓女被杀了 可在如此严肃的场合 他的兄弟孝恩却说 这何尝不是一个发家致富的机会 孝恩私下联系老板达偿了一笔交易 每月固定支付他们营业额的10% 条件是给他们提供保护 首任那的妓女杀手 他把这件事交给了他整日出 自己曾经刀尖铁血的兄弟麦克 但麦克却不愿意接受 没过几天 那个妓女杀手真的死亡 这让麦克抓住了机会到处吹嘘 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明显 人就是他杀的 镇上的流言蜚语传得很快 快到被钢丝传到了凶手的追到现场 这番言乐成功激起了亲友团们心中的怒火 直接冲进机遇抓住了麦克 然后又带走了他的兄弟孝恩 把他们绑进屠宰 这让他们为之付出代价 消息很快也传到了杜兰特这里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华南就立马动身了 福克森却不愿意听他指挥 幸好断断即是解决 说着过去的铁路建设辛苦走一趟 在去的路上福克森又犯病 埃尔兰兄弟已经被挂上了铁钩 福克森突然出现 他们见男人只是一个黑 正准备反击 又听见后面传来另一个声音 而这群人刚来不久并不认识博浩南 眼看就会轰托到位 华南想说是耍帅 但福克斯却偏不答应 现场的空气突然凝固 其中一个人回过神来 说他们人数只有两个 打算反抗 但没想到他们的枪法奇准无比 丝毫不留情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二郎兄弟 只是他们没有直接放人 而是给这两兄弟一个接受审判的机会 杀了人总要给出一个交代 否则死者的亲友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王岚对杜兰特说 你我都知道他们不是凶手 只是为了出风头而乱吹牛霸 可杜兰特却坚持认为 既然他们亲口承认 那么就给他们一个痛快期盘的 莉莉听到之后心里很慌乱 因为真正的凶手就是她 妓女被杀后朋友曾找过她哭诉 为了帮忙她委婉地请求断特主持公道 但断特不想管 甚至说那些妓女还不如一匹马 无奈之下 她只能忘低自己白人的姿态 拒绝一个黑人帮忙 看在金钱的面上 福克森答应第二天一早就完成了任务 但现在莉莉不能一 蒸蒸看着两个无辜品 即将为此失去生命 她必须有所行动 于是她提着灯笼走进了杜兰特的车厢 接受命运对她的安排 可没想到大战之后 杜兰特竟翻脸不认 人方争执不下 莉莉的眼睛掉下了眼泪 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 最终杜兰特还是败倒在石榴群之下 有了化石人的授权 华南也不啰嗦答应释放爱尔兰兄弟 但在这之前 他必须给这件事彻底画上一个句号 尽可能让所有人都不再受到伤害 唯一的办法 只有让屠夫立即收拾起离开 屠夫不肯 他就给屠夫一拳 然后再给他一个眼神 让他自己看着办 开锁放人动作 一气呵成 莉莉看到后 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屠夫虽然不开心 但他还是按照要求收拾行李 准备搬嫁 可那对二郎兄并不知道事情 竟有人善后 决定实现平时吹过的牛 率先下手绝后患 这是漂亮过物攻最大的危险之一 被硬第二活捉 夹在树桩上剥皮抽筋 但还有事情比这更可怕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位美女在旁边温柔地对你说 波兰是现场的辅助责任 就算莉莉不说 她也必须有所行动 只是她刚一上前 对面高地上的一敌人 就开枪射击 瓦兰顶着压力一边继续上前 一边冲射对方的攻击距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后 转头对工人们说 立马接话说 敌人太多还占领了高地 就凭你一把长步枪能做什么 这就是攻头 永远只是一个攻头的原因 在她战前顾后的时候 真正的化石人已经有了行动 她架起长枪 瞄准敌人的高地 然后在痛苦的哀嚎声中 深吸一口气 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反击只不过这一枪击中的是 被绑架的勇军 虽然这一枪下退的敌人 但也寒了 工人们的心也许他们都知道 其实同伴的痛苦 是当下最好的选 可他们还是无法接受 同伴的离去 更担心的是 有一天被绑架的人是自己 这种不安逐渐演变成了 暴力冲突 演变成了游行抗议 最后演变成了集体罢工 即使波兰平枪威胁 丝毫没有任何改变 老板们意识到事情严重 紧急召开了会议 莉莉提议改道 绕过应第二人的领地 但杜兰特却说 改造成本太高 而博浩南的意见 则是 必须和应第二人应碰应 因为不管怎么绕 始终都会经过他们的领地 而莉莉却认为 太过威胁 坚决不同同意 双方各执一词 据理力争 为了给彼此找个台阶 让他站出来 说只要能从工人里 组建一支队伍 就同意他的做法 作为一名合格的资本家 他非常清楚什么是人性 这些工人 就是因为怕死才罢工 让他们卖命 铁定是无一计之谈 而事情一确看到 杜兰特的猜想在发展 华南的武装提议 直接被公投拒绝 只不过他还有备选方案 那就是一群 渴望得到尊重的黑人 自从福克森得到重用以后 他们就知道 只要有枪在手 就能得到尊重 而尊重对他们来说 比命还重要 当然 白人们是坚决 不会愿意向黑人低头的 反正不妥善解决他们 就继续罢工 等到铁路损失惨重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人 拿出更好的方案 但是波兰可不惯着 他们的毛病 直接应付电报 要求总部下趟火灾 安排200名工人 一边念稿 还不忘一边偷偷 看向福克森 生怕对方没有偷听 没过多久 200名工人悉数到 可迎接他们的人数也不少 只要他们敢走下火车 那么罢工的工人 就敢动手 他们集体罢工 是为了威胁领导 做个更安全更好的 独立可不是为了 把工作拱手让人 而这些 恰好都在胡浩南的算计之内 200名工人 站在人数优势 很快占据了上风 只需要让黑人 在这个时候占据 让罢工的白人 被迫和他们建立友谊 事情自然迎刃而解 有了黑人的加入 局势很快逆风反转 200名工人还没出站 就又被送了回去 除了建立友谊 光头也意识到 这样下去肯定斗不过资本 最终答应了博浩南的安排 有了专人持枪保护 整条铁路又重新换发了生机 但危险也在慢慢逼近 每月按时抵达了5万美元工资 一起抢劫火车的 劫匪的下一个目标 这个黑人走进白人酒吧消费 可他不仅不打算给钱 还威胁老板必须给他记账 凶之后 老板居然不敢再继续多话 一直在旁边观察的白人 看不下去了 他放下酒杯要求加 可老板依然选择优先服务 那个黑人 完事之后 才过来给他道酒 这是他第一次 遇到黑人的地位比自己还高 心里非常不痛快 转头用眼神向对方发起挑衅 但对方也没有丝毫退让 听到这里白人更不高兴了 居然还给他用先生这个尊称 同时老顾客们纷纷起身 因为他们都听说 福克森可不是好人的 是白人的朋友突然 开门进来 一边安抚白人 一边给福克森结账 替他的朋友表达歉意 然后慢慢退出了酒吧 可福克森却察觉到了一丝 白人的朋友身上穿的灰色制服 是让南北战争中 帮助独立者的南方叛军的 这样的人居然非常客气地 请黑人喝酒 事情必有蹊跷 而今天正好是发行日 前段时间 霍波荷兰一起抢劫火车的 正好也是南方叛军 杜兰特一听 也意识到了问题严重 立刻下令武装镇上的人 死守存放工作的铁路办公室 并马上派人去工地前线通知 伯汉南福格斯虽然有些不情 但他不能不怨 身上能用的人 只剩下了爱尔兰兄 和他卧兵在床的黑人同胞了 而当他打开军火库的时候 却发现里面的枪居然没了 只能另想办法 可还没等他准备完毕 铁路办公室已经被匪徒占了 他们要求打开保险柜 但杜兰特态度强硬 坚决不从 是目光被放在了莉莉身上 眼看心爱的女人被欺负 都让他怒气上头 掏出了防身小手枪制止 可图见识不妙 反手一枪打中了他的小腹 枪声传遍了小镇 符声正准备想办法反击 却没想到匪徒早就占领了 老顶的符声被困住了 镇上的居民 也都被牢牢控制在匪徒上 以这个时候巴兰骑马回来 率先遇到的 就是煮喝酒的那个白日 但他没有过多和对方纠缠 必须优先赶往营救 铁路办公室保险箱 已经被打开了 里面的工资 全部被抢夺完毕 匪徒们推开侧门 准备撤退 但博尔纳已经埋 浮在了门外 敌人被吓破了他 慌忙拿起工资 调整撤退方案 博浩南没有贸然去追 而是跟着枪声 转头看向另外一边 那是福格森 和一名占领高地的匪徒 连续对枪 平时说话 大举嚣张跋扈的福格森 现在隐隐落了下风 如果不是博浩南 及时赶到 他现在已经成了枪下亡魂 救下分身之后 整个战局跟着发生了变化 他们一起牵制注入主犯 让镇上的人们 有了反击的机会 网络中有名劫匪骑马 想带着工资先马 但最看重工资的黑人同胞 可不同意 这一枪干到了劫 钞票随风洒落的 满地都市 看着这些巨额钞票 也没继续 冲出去借 老宝为了救他 被匪徒一枪击中了要快 这下阿尔兰兄弟 忍不住了 立马起身和歹徒硬刚 前面的铁路工资 也许和他们无关 但老宝 可是他们好不容易 争取到的摇钱术 枪声停了战场安静 只剩下破胆的匪徒 队长还在铁路办公室 更换弹架 两眼通过了力量 捡起都拉特的小手枪 对准了毫无防备的他 这一枪不足以致命 但足以决定 攻击保卫战的胜利 看着地上窘迫的匪徒 不让他慢慢起身 掏出兜里的弹架 一边换弹 一边慢慢向匪徒走去 匪徒也慢慢起身 但他弹架已经装在枪上 只剩最后的组装 只是一边闲停杏步 沉着冷静 一边心态炸裂 渐入绝境 从气势上 薄翰兰已经赢了 而最终 也是他领先了一小步 可正当他要了结匪徒的时候 比利冲了出来 匪徒笑了 他知道自己不用死了 因为只有他清楚 眼下唯一的医生在哪里 他本想一次危险 但花篮不给他机会 直接抓住匪徒 用枪口用力 去戳他受伤的肩膀 不到两秒 他便老实交代了医生所在地 至于他的命 只是等薄浩南确认之后 再做处理 很快薄浩南找到了 自己的老战役 没等他叙旧 把他请回了小镇 有了医生 都让他的命暂时保住了 但这里缺少专业的工具 只有把他送回纽约的大医院 才能完全治愈 至于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王南先压着他当节游行 以此安抚明星 再送到墓园 把他枪毙 这时王南给了他一个 留下遗言的机会 可还没等歹徒说完 胡生就口头扳击 因为他很生气 他苦心经营的身份地位 在惊天彻底 镇上的人们 在酒吧缅怀劳保 庆祝工资保卫站的胜利 佛山像往常一样 推开酒吧的大门 但这次老板的态度 就不一样了 看着群众们 投来比一的眼神 他只能乖乖地听话离开 有人欢喜忧 所以有人忧的时候 自然也有人欢喜 抢劫的歹徒 会平民全员歼灭 京东的Boss记者 他在我解说的第三集 得到了杜兰特的真传 拍照拍得更惨烈 为了效果 他让妓女们故作祈祷 还不放过老宝的尸体 去撕扯他的胸衣 一旁的麦克看到后 生气地将记者赶走 然后命令妓女们回去工作 这一刻他似乎想通了 生命只有一次 要么碌碌无为 要么飞黄腾达 最后他选择了后者 所以在酒吧追到时候 他主动站在了 人群中央至此 为今后的自己 迈出了第一步 这次事件 几乎牵扯到了 所有的小镇居民 但还有两个人 置身事外 一个是横刀断头的神父 一个是索尔刚德 他替神父刮掉胡子 并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时他趁乱偷走的步枪 也是神父即将实现 伟大报复的工具 这个擅长物理插度的断头 神父的后续来了 他曾经是追随约翰布朗 起义的异军之一 主要的任务 就是抓捕奴地主 宣布黑奴重获自由 然后给犯下罪行的人 物理超度 但这一次 一切都恰巧被他的女儿看见了 他不得不放下屠刀 离开亲女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 去修建铁路的最前线 宣传耶稣 试图通过促进和平相处 来度换他前半生的罪孽 以身作则 他还收养了一名印第安人 多年前被他抛弃的女儿 也并齐前线 加入了他的队伍 但是冲突还是爆发了 一个白人营地 侵犯了土族的圣地 应第二人割到了头皮 杜兰特准备带兵反击 师父坚定地说 他能帮忙阻止这场杀戮 并成功邀请酋长 参加了和平会谈 但最后的结果 却不太顺利 本人依然继续侵略别人的土地 受害者们 当然也会想办法还击 可这铁路脱轨 伤者的惨状 神父的信仰开始动摇了 无法接受 说要杀掉他收养的印第安人 可那个孩子刚好自己的女儿 好像正在里面 龙音奉效 神父本来打算 再给彼此一个救赎的机会 但经过一番劝说 依然没有满意的答案 只能 最倒让他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让放下屠刀的他 又想起了鲜血的味道 甘德森通过与他交谈 发现了他的秘密 不停地怂恿 他便向命运低头 并给他提供了武器 恰好断头 因为枪伤需要立刻运网 直接跟着大医院 他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 掀起另一场嗜血的运动 第一步 把枪送给和白人有仇的印第安人 换几名打鼠帮忙 第二步 炸毁预注杜兰特的火车 必经的铁路 第三步 以乘客的性命威胁 杜兰特用他设回上层人士的名义 去纽约时 爆发送一封电报 这副电报送达的不是爆 而是铁路办公室 杜兰特知道波兰一定有能力解决 在确定劫车的带头人是神父之后 柏兰高举双手慢慢向火车走去 试图看看有没有谈判的可能 神父婉拒了 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没有商量的余地 柏兰只好叫来自己的作战小火车 和莉莉一起商讨 最终的结果是半夜偷袭 原本他们可以凭借精准的枪法出其之 圣诞人算不如天算 对准神父的那一枪 他刚好低头 导致这次任务失败 车厢后 神父虽然很不高兴 但心里清楚大事无趣 于是便提出了一个要求 苦短的漫长的一夜 窗外有了动静 神父的孩子们来了 他这一生做过太多错事 最无言面对的 就是被自己抛弃的女儿 如今只希望真诚地道歉 能换来女儿的原谅 看到这一幕 原师父却泄放了人质 说上帝也会原谅他的 但神父却反过来说 愿意为他背负恶名 然后慢慢抽到他的耳边 他曾许诺约师父 信仰上帝可以给他带来和平 可最终带来的 却是和他们族人之间的相互屠杀 他像当年解放黑奴一样 解放印第安人 因为他是真心把约师父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但约师父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 神父这边结束了但 看着克隆森带来的警察 伯尔纳非常生气 他试图阻止 但警察的目的很明确 伯尔纳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他们所说的囚犯 就是负责救着杜兰特的医生 也是上一届被歼灭的公资劫中的医员 他本来可以提前逃跑 但为了伯浩南 他还是选择了救治杜兰特 事已至此伯浩南也没了办法 于是让他不必内疚 他是该为自己犯下的错熟罪了 只是不想死在北方老的手里 希望伯浩南能够代替执行死刑 在警察的监视下 他们一起慢慢走向远处的山坡 找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 给大夫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 这一枪的结束也代表着 伯浩南和高德森的关系已经到了冰 点这是美国在修建铁路最长的事故之一 后来经过排查 却发现这一切都是认为的 这枚硬币是挪威币 而这里恰好只有刚德森是挪威人 伯浩南准备回去 将他抓不回啊 却发现事故的罪魁祸首 刚德森又重新回到了铁路办公室 怒火还在心头燃烧 他直接不问缘由 一枪就把甘露森打晕 然后关进牢房轩 谢心中的不满 就像格罗森当初对待自己一样 但对方不仅不怕 反而态度越加嚣张 因为他知道肯定有人会来救他的 没过多久 莉莉就坐在了百汉兰面前 希望释放刚德森 他需要杜纳斯在铁路控制上贪污的账 本而刚德森恰好知道藏在哪里 这条铁路是莉莉王夫的心愿 也是百华南精神的寄托 瓦尔兰只好答应 让格兰森用消息换取他的性命 可刚把他放走杜兰 他就回来了 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正妻 他的妻子和莉莉相谈 杜兰他生怕自己偷心的事情东窗事发 悄悄把福克森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说要收回福克森的土地 试探他为了地位究竟可以做到哪一步 的反应如此激烈 多大的给了他最后一个任务 当天晚上风声走进了莉莉的房间 莉莉知道来者不善 原来我的命只值几亩地啊 那地方不错 你打算怎么做 用绳子勒或者用刀筒 大概率是用刀 用刀 我觉得你今晚可能已经没机会了 但我也不想用枪 莉莉承诺说 只要福克森愿意帮他 他就能扳倒杜兰特 事成之后 铁路会归伯哈兰管理 而福克森也能够名正言顺地取代伯哈 兰现在的位置 说摸握手达成了共识 第二天一早 他就悄悄摸回铁 如办公室 偷偷打开保险箱 拿走多让他贪污的证据 接着把他交给福克森 让他帮忙寄回铁路董事会 然后找到伯华南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伯华南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用手托住他 的脸颊用吻表达自己的心意 眼看着事情竟然一切顺利 高德森却突然有回回来了 还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印第安人准备隔天大规模偷袭 这个白人用小刀剃光了自己的头发 在脸上涂满白色的油彩 然后走进印第安人的帐篷 接受他们接纳新人的仪式 被他们用绳子绑在地上 用火灼烧他的身体 以此去除他邪恶的白色灵魂 直到婚礼才被送回了小镇 醒来后 他说后悔背叛了自己的种族 并透露英家人明晚会大举进攻 镇上的人立马开启作战准备 老人负责优先乘坐火车离开 剩下的人检查武器与攻击 高德森所说的进攻不假 但是后悔背叛却不是真的 他忍动针对辽阔的束缚 拿起桌上的手术刀 悄悄出现在了看守身后 他要的就是战争 要的就是铁路小镇破坏 当晚印第2人如约而至 一部分人员攻守备大军 一部分人在康德森的指引下绕过前线 直逼铁路小镇 印第2人数量众多 守备大军装备先进 双方各有优势 双方各有史 有的人在战火中惊慌失措 有的人却在战火中翩翩起舞 大战持续了一夜 虽然最后守住了小众 但几乎已经化成了灰烬 莉莉也跟着奋战了一夜 蓬头垢面满身血迹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自己的拖车之中 却没想到甘南森已经在这里等 后多时了 除了毁掉小镇 他还要毁掉薄汉男的心 他把自己所有的遭遇 都怪在薄汉男的头上 说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随着刚罗森的手握力加重 莉莉慢慢停止了呼吸 甘罗森推倒蜡烛 慢慢离开了房间 没过多久薄汉男回来 看到莉莉的尸体 薄汉男心痛到了极中 而一个男人悲痛到极致的表现 就是在那一瞬间 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做痛 他抱着莉莉穿过了小镇 把他送到修女面前 带着刚才走向那座 发生过事故的大桥 然后绑住他的双手 套住他的脖子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那么的平 可就在他准备固定绳子的时候 刚才自己向后纵身一跃 掉进湍急的河里 生死未捕后 铁路的董事会 罢免了杜兰特 并问波兰 愿不愿意接受这项工程 他也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现在的他 心里已经没有了方向 需要一定的时间考虑 这个男人已经被困在大学里 三个月 可他不仅不去找地方取暖 反而用斧头砸碎冰面 拿冰水疯狂洗脸 因为温度太低 让他产生了幻觉 看见了死去的挚友 可在这冰天雪地里 危险的不只是寒冷 还有饥饿的胶囊 看见男人的那一瞬间 他没有丝毫有用 全力扑向猎物 只可惜他自己一郎战斗 险些被男人反杀 只能夹着尾巴匆匆逃离现场 经过这次袭击 华南终于清醒 想起自己还有任务在身 要去把火车开回城里 去应聘铁路公司的CEO 可他掀开帐篷 却发现和自己一起被困的列车员 已经被冻成了冰块 看着对方嘴里叼着的烟斗 博览不想浪费 慢慢伸出手去把他拿掉 然后用桌上的火柴 给自己顶上 现在面对庄大的火车 他只能靠自己 先要一点点 将是凝结在车身的冰块 再去一点点清理车轮上的血渣 最后才是把刚刚点燃的枯木 扔进整整 气随着气笛声响起 火车终于发动了 接下来他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那是跟他学过设计的爱情 这时的福克森 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怀孕的妻子也即将临盆 华南却在这个时候 邀请他一起出门 如果同意陪他去应聘 事成之后 会给福克斯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 好在他的妻子没有主 可到了火车之上 列车员就不同意了 结果却是两个人 一起被赶进了后脑机 车厢 他们的目标是 当时最大的太平洋铁路 公司想要去应聘 首先需要换一身体面的衣服 可在两尺寸的时候 裁缝的一句礼貌问话 又让福格森炸毛了 阿兰赶紧解释说 他已经不是黑奴了 并自掏腰包给他治 换了一身体面的西装 换上新衣服之后 福克森感觉自己的地位 又拔高了不少 但现实没有让这种感觉 持续太久 瓦兰自报姓名 由管家帮忙拿外套 福克森也自报姓名 管家却把外套 一起丢在他的手上 然后转过头 亲切地对博汉兰说 福克森想跟上去 就一名管家立刻拦住他 并指引他去另外一边 那里是白人们开会的时候 黑人管家们待命的小哥 吴生摇了摇头 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博哈兰这边 也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董事会已经决定 聘用国会议员的女婿 但架不住博哈兰 有充足的准备 对方虽然有背景 也只是在安全的平原 管理过一小 短路 但波兰已经在 和印第二人的争夺中 越过了峡谷 今后的路段更加辛苦 不仅有更多的印第安部落 还会缺水 缺乏工人休息的空间 而这些 波兰早已想好了对策 亲手设计的硬卧 以及供水车厢 意义在资本家的眼里 永远是第一位 加上这充足的准备 连一旁的议员 也挑不出任何次 这使波兰的耳朵流血 那时候胶囊搏斗的伤口 议员赶紧讽刺他 说肯定不会是刮胡刀弄的吧 波兰也不惯他毛病 说是狼咬的 你的女婿应该不会怕吧 工作到手了 但福克森却很不开心 说好的给他体面 现在确实让别人认为 他是一个男谱馆 下 回到旅馆后 还为这件事情大吵了一下 福克森说 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凭什么他就要低人一等 福克森无话反驳 只好让博安来卸掉佩枪 让他们用男人的方式解决神奇 可还没等博阿兰卸枪 他就等不及了 哎呀 两个男人在这狭小的房间吵闹 是要分出个高低 但还没等他们分出胜负 就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 那是一封电报 内容是福克森喜提女儿的喜讯 这让他瞬间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 第二天 华南也收到了属于他的喜讯 原本还担心招工遇到困难 可没想到 以前的工友们听说 他是新任CEO 都自发聚在了一起 埃尔兰兄弟和他们的亲友 福克森的黑人同胞 还有神父的女儿 修女物丝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团队 不一样的是 接下来是属于他 新的征程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 上一任的CEO杜兰特出狱了 那个反对波兰的议员 和他其实是一伙的 你们只需要安排议员的女婿管理 他在监狱远程操控 但偏偏被博浩南截胡了 这是他发起的项目 必须想办法夺回来 别人好心请他吃饭 他却看上了别人的女儿 但他没想到对方 竟然也有一样的想法 彼此眼神有了接触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暗号 只是这些细节 没能逃过男孩的眼睛 当天晚上 男孩翻过触碰的栅栏 去偷看他的同眼席 有没有犯错 劝之后 他想去告状 却不小心弄错 声响吓坏了里面这对新人 波兰赶紧提裤子 女人慌忙逃窜 只是波兰还不知道 这些都是农场主受益的 因为伯哈兰是铁路公司的CEO 农场是铁路规划的必经之地 这次他是来征地的 农场主小致已经动之以理 希望他的铁路改到现在 收了人家的恩惠 只好安排专家重新规划 可周围的土地测量了一圈 都不达标 眼看工期就快到了华南 又没脸再去 只能安排警察局长 带着福生一起 让他们搬家 饭也吃了 人也睡了 但交代的事情不给 这下可把农场主气坏了 直接一枪打中了局长的肚子 等福克森把局长带回去的时候 局长已经凉透了 第二天在一队由骑兵的陪同下 波兰再次来到农场 只是手里多了一张拘捕笠 本来只是真谛 现在却闹出了人命 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农场主解释说 他是一个摩门教徒 有四个妻子和六个孩子 如果他不在了 他的家人可怎么办 但现在在法律面前 花难以爱莫能助 农场主知道躲不掉了 乖乖放下了武器 然后对着孩子点头 示意他们也放下枪 接着转过身 看了一眼后面的妻女 再慢慢走到大儿子的身前 把手慢慢放在他的身上 当年大儿子愣住了 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 任谁都能看出农场主在撒谎 只要大儿子肯开口反驳 一句患难就能给他做主 可最后他选择默默地扛起这衣 波兰还想再劝劝这个年轻人 当身后的骑兵队长 却不耐烦了 二天清晨 在亲友的见证下 大儿子气在马上被套住了脖子 时间到了 波兰一直盯着农场主 希望他能站出来 解救自己的孩子 可最终 对方依然不为所动 花难只好把兽 拍在了马屁股上 绞刑结束之后 农场主两眼含泪 向花难走了过来 把这一切都算在了他的头上 把这一切都算在了他的头上